前一天我们征战风塔 顺便请来了两位钓友 吃的住的 还有出床的费用 都我一个人承担 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我们探海里所有的兄弟 都能掌握到钓鱼的技巧 首次出海脱钓 起得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所以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我还做了两手准备 因为在同一天 我们在底下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参与群 然后第二天 我决定带上我们探海兄弟 出海历练 大家好 我是探海阿风 今天来脱钓 上次花了1400块钱 请了两个钓鱼高手 来教我们脱钓 今天就带报哥出来食杖 报哥这床床是特别适合脱钓的 然后到了冬天我们打不了鱼 那报哥就可以出来脱钓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了 对不起 这次有人 不用 他要小狗 珍贼 什么 不要 我也份 要 держ 懂 我也份 这次 哎呦 而 拖了一个小时了 没口 有可能是潮水不对 今天反正一条都没有 前几天他们来 拖掉很多鱼 滚头刀滚头刀 上水面了 这条的 我直接拖就可以了 看台 漂亮 三条三条三条 三条同时上 三条同时上 我们现在只能是改掉金仓了 然后开到平台里面去 总不能把油钱给亏了 来了 报哥上货了 肯定是 卦掉到地球了 没 他在拉我感觉到了 完了 下 风哥 我捞鱼 哈哈哈 你想得美啊 来了 这次确定是重货了 就看小新能不能把它弹上来 加油 小新 哎哎哎哎哎 这么大啊 还要限力啊 不要限那么多吧 等下拉到底挂底就麻烦了 拉不到 那这个挺大了哦 哎哎哎哎 还看不到 哎哎哎哎哎 做得很大哦 哈哈哈哈 看到了 这个起码三斤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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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斤是有了哈 哎哎哎哎三斤没有哦 两斤多 哦哦哦哦哦哦哦 第一条 第一条小鸡干的哦 呃 仰着呗 啊 要不你改行吧 那钱水了 叫鱼干 钓鱼 太有能耐了哈 哦哦 开始淡鱼了哦 哎 哎 油钱亏就亏 不能亏了肚子 哎哎 哎哎兄弟也过来了 今天都没鱼 今天又是惨淡的一天 是我下来 最惨淡的 反正有几十斤的鱼吃是没问题的 今天油钱是推定的 我们现在回去 然后把今天钓的鱼全部送人 走了走了 那么多啊 送都送关了 拿东西回家 哟 还活着不 啊 今天晚上煮汤赶紧的